那我认为最主要就是说 我们是以实质批发市场的需求 来提出我们的建议 包括改善这个物流交通系统 尤其以拍卖场的高度来说 我们认为现代化的这个拍卖场 应该要挑高它的高度 以方便以后如果有大型的货车 然后要卸货 还有方便他们的这个机具的搬运 还有通风的问题 还有低温的冷藏设施 要设置的时候都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挑高的高度 那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规划里面呢 它其实是高度上来讲 是跟四十几年前的是差不了多少的 所以说我们屡次的 其实是对台北市政府希望他们可以 听听我们现场作业人员的心声 然后听听我们提出来的建议 所以你提出你的建议之后 然后跟北市府那边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吗 还是 应该也不是这样子说 在我们这次一个改建 其实是不停的讨论的过程 它并不是一时片刻的 过去我们提出中继市场的面积可能是不足的 那我们也很高兴就是说台北市政府也有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所以让现在中继市场的面积有扩大了 所以比较符合我们的需求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都是一直在沟通当中 所以公司的立场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说 回归这个公共政策的讨论 是实质上的讨论 实质上呢就是说一个市场 它到底的需求是什么 因为它影响的是三四十年后 都还在这个市场使用的工作人员还有相关的周边 所以我们只是很希望说 在正式的这个规划设计定案之前 然后大家可以提出意见 然后去弄出一个更好的更周详的 适合未来批发市场使用的方案 因为你到底有没有就是去开会 因为市场就觉得你都没有开会 然后都只会发联系 没有我我我都有 我应该是这样子说 市府发的开会通知 我们的改建小组 我们都有派员前往 那有时候我认为 需要我自己去说明的时候 我也会去 所以你去了几次参加几次会议 那会不会觉得市场 指控你说你都没有去开会 在外面放话 这样的说法对你很不公平 也不是事实 就是对于我个人的评论 我没有要回应 但是我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每一次的开会通知 我们改建小组都有派员前往 那比较我认为需要亲自去说明的部分 我也都有去参与会议 总共去了几次 这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应该都会有相关的会议记录了 可是这次柯市长在讨论的议题是说你们内部的沟通都没有协调好 这也是正式行文给台北市政府的需求建议 因为市长还有一部分不满是说他认为你叫议员在议场上质疑他说为什么不采纳你省11亿的这个方案 这方面是你们跟议员之间有沟通还是说你不知道说议员要咨询这个议题 我们其实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啦 就是说我们是改建小组 然后我们在会议当中我持续的去跟市府去沟通这个公共政策 所以我们并没有并没有并没有说故意说去去做什么 去做什么动作去质疑市长其实是不可能这样子的啦 答应宁宗贤主委要进一位报告吗 是不是先这样子好吗 请问你有答应宁宗贤主委进一位报告吗 请教一下你们跟市府之间的沟通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喔 因为市长好像对于你们之间的沟通还有蛮多不开心的地方 然后不谅解或者说有冲突的部分 而且曾经副市长也说他还没有看过改建报告 你们就先把东西丢出来了 其实我们召开董事会的时候 然后相关的改建的旗程以及工作的摘要 都有在董事会报告 我相信这董事会也都会有记录的好吗 所以你们一直说他们乱说咯 是不是他们一直在乱说咯 先这样子好吗 你已经有打算要请辞吗 考虑去议会了 不好意思喔 来来来来 先这样子好吗 谢谢 所以你们一直说曾经是不认真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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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